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八点 长治市吞流区的一个小区里人来人往 大人们赶着上班 孩子们急着上学 这时从远处传出的一声呼救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惊慌的声音 似乎来自小区的二号楼 那么一大早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女孩穿着单薄的外衣外裤 坐在17层的窗台边上 担心女孩随时发生补测 在场的人都焦急万分 纷纷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的 林匠派出所立即启动 应急急致 按照每层楼高三米计算 女孩位于17层 也就是说 她距离地面的高度 至少在50米左右 一旦发生危险 后果可想而知 那么 这个女孩是谁 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然而 问来问去 在场的人 似乎对这个女孩并不熟悉 我请你家 这个 你隔壁的脸具交不开门 你现在交开说公司 再吹一吹它 现场的情况 让民警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女孩随时都会做出过激举动 警方必须尽快确定解救方案 这边 民警首先进入到 和女孩同一楼层的邻居家 试图隔空劝说女孩 灰心转意 另一边 消防队员 以及医护人员 也都赶到了现场 随时待命 那错误 现在有平衡 现在有错误 消防队员 踩底了 也确实看了 从邻居家爬过去 那个可能这么大 因为这个距离 确实中间没有什么 盼爬的这个什么 门边没有出过 只能直接从那个楼上下 楼上下可能被平衡发现 发现以后可能会 无形成会激化她那个 跳楼的冲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然而解救方案 却被逐个否定 最终女孩能够平安获救吗 这个女孩平时 什么性格 什么生活习惯 还有些什么想法 对这个家里面 是哪些崩满 或者是这些 咱们要全方位的了解 尽量了解她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然后又针对性的 对她进行传导 慢慢慢慢可以缓和她的心理 这个抵触心理 然后可以减少她 她有轻松的这种冲动 然后咱们立即联系开锁公司 过来抓紧时间开锁 在等待开锁的过程当中 临将派出锁的民警 通过轮番聊天的方式 努力和女孩拉近距离 试图让女孩打开心扉 然而这个女孩的防备意识 却很强 面对民警的关怀和劝解 始终不予理会 这个时候 搞清楚女孩的身份 了解她学习生活的近况 就显得尤为关键 那么在事发之前 这个女孩经历了什么 究竟有什么想不通的事 会让她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民警发现 此时女孩的母亲张大姐 就在现场 然而呢 却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站不起身来 民警安抚情绪之后 从她的口中 掌握到了重要的线索 她不是 那正好是个礼拜天的 礼拜天 催她洗嘴的 她在玩手机 玩了一会儿 我说你喜欢醉了没有 该睡觉的时间 人家这挺不高兴的 可能是她在口口上和同学聊天的 聊天可能是 不知道哪个同学是 马她来的嘛 咱也不知道 拍摸手 感觉她不高兴 可是一慢 怎么反正孩子们就这一整场 是吧 张大姐向民警反应 事发前一天晚上 她曾察觉到女儿情绪有些不对 可当下并没有过分在意 结果第二天一早 女儿竟然不见了 比如看 早上起来 我瞧她不在 她在这就 后面 人家给我丢了个条 她洗了个小电动车来了 写着啥呢 写着说是 她洗的电动车 在洗线上房子里 早上一个人洗个电动车 来了 她也晓了 咱们肯定当父母的 肯定是 其实我没 我和她爸爸都累了 一年前 张大姐和丈夫 在城区购置了一套新房 从女儿留下的纸条来看 女儿呢 应该是去新房了 而且从张大姐家到新房 骑车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 这呀 不由得让张大姐有些担心 女儿从没独自骑车上过马路 会不会遇到危险呢 另外 女儿突然独自去新房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有谁红了吗 小林了吗 没知道 我现在 配合校网队 在外面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 住一地有些 有些转移的时候 我们民警固断采取措施 张大姐急匆匆赶到了新房 然而却并没有见到女儿 来了以后 门发叔在那里 发叔在那里 因为小孩没睡觉的吧 一坐那会儿就去个店 发叔在那里 这不是后面有 西江外面的楼下 等等他吧 看到电动车 好好的就停在楼下 张大姐心里呢 踏实了不少 最起码 眼下她能够确定 女儿呢 是回来了 然而就在她刚刚 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一声呼救 让她瞬间 瘫坐在地上 半天都爬不起来 伴随着邻居们的阵阵劝说 张大姐这才回过神来 急忙狂奔到了17层 和她说话 她没有回复我 没事 不理你嘛 嗯 那她站在那里 就一直 没有反应 然后也不说话 对 所以你们当时 就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 对 她怎么得 不知道她为什么 女儿的反常举动 让张大姐 完全不知所措 没有两分钟的时间 她便已经双腿发软 无法站立 直到民警 和救援人员赶来 女儿对她的态度 似乎并没有缓和 杰姨 我老婆 你没有朋友 哎 哎 什么时候啊 你有时候 妈妈 小林妈妈 不知道不是 你爸爸 咱们都咱们都咱们 咱们都咱们都咱们 对 真的呀 虽然当时父母在劝她 但是她和父母是 好大交 应该是他们之间 那个矛盾也是 比较激烈 所以她父母虽然劝她 但是你劝 不起好作用 反而 反而有时候 就可以激发一个矛盾 居动的时候可能会来回挪动吧 挪动确实有危险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 咱们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配合消防队 在外面采取一定防护措施 以防不测 另一方面咱们就是把父母来劝力 警方分析 眼下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开锁的同时继续开导 尽快平复女孩的情绪 等进入房间之后再伺机解救 我们就联系她好朋友 同学 包括老师 和她关系比较近的 平复她的心情 一直在平复安护她 提她以前美好的事情 提她以前美好的事情 感觉到她有松懈 首先她心情没有那么紧张 情绪也没有那么激动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破门 呛点啊 点亮 女孩儿的情绪被稳住的同时 房门也被开锁师傅轻轻打开 解救女孩儿的时机终于到了 经过警方四个多小时的工作 张大姐的女儿被成功解救 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现在她怎么想的 以前她听听话的人会拎 就种子种子 轻轻鸡喊 这个轻轻鸡喊 哎呀 这个变化挺大的 因为心里比较 净 自己人有事儿肥干不下 比如说碰到她有时候 啥个小脾气啊 任性一下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缓解她这种情绪 咱们自己比较 粗吧 还是这位的度吧 虽说 女孩儿已经安全了 但是临降派出所的民警认为 女孩儿和父母之间的问题 并没有彻底解决 于是 便又当起了知心大哥哥 希望通过和女孩儿深入交流 能够让女孩儿打开心扉 尽快从悲观中走出来 虽然我们是人民警察 同时我们也是别人父母 看到这个情景以后 对自己的心有点触动 遇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会和她的班主任 以及相关的老师 会进行沟通 座谈 然后又社区心理辅导人员 会同时介入 事后的话 我们的工作民警 也会不定期的就回访 临降派出所的所长江卓渊说 多年来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而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走进校园 进行普法教育 也早已成为他们工作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定期的到学校里面 对孩子们进行发展的教育 我们做的就是政治的案例 政治的案例 结合在案例的预言引 事态的勾骨 还有跟孩子们进行救援 张大锦说 事后经过民警的耐心开导 女儿终于向她倾诉了 之前之所以做出过激举动的原因 说白了呢 就是因为和同学之间闹了点别扭 再加上母亲的时常责备 让她一点一点的丧失了 学习和生活的信心 而在这件事情之后 林匠派出所的民警 和张大姐一家也没断了联系 他们和专业老师 时不时的上门 去和张大姐的女儿谈心 让原本沉默寡言的女孩 变得开朗起来 一度落下的课业 也开始飞速进步 今年八月份 张大姐的女儿拿着高中录取通知书 跑到林匠派出所 想帮助过她的民警们去报喜 所长江卓渊说 看到曾经消沉的孩子变得优秀 看到家庭再次变得和美 这一切的辛苦 那都是值得的 跟邻居说了一句话 一不留神 就把手里的两个袋子 都扔进了垃圾箱里 放着一些现金三万块钱 和工作的一些资料 垃圾一旦清理走 早就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再一个就是可能有石化 或者在这边是垃圾的 可能石走 林匠派出所 位于长治市屯流区主城区 辖区总面积60.3平方公里 所辖5个社区 28个村庄 6.1万人口 辖区内流动人口多 商业网点密集 治安情况复杂 全所日均接警量达30余起 辖区居民长女士 是辖区的常住人口 他说过去 他只听说邻居们 无论大事小情人的 只要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 林匠派出所的民警 都会第一时间出警 尽全力为群众拍忧解难 可他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也会主动找到民警 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比较着急 然后手里拿着两个袋子 一个袋子 放着一些现金 三万块钱 和工作的一些资料 另一个袋子里面 放了一些生活垃圾 这天早晨 常女士出门去上班 手里提着两个袋子 其中一个袋子 是要提到单位的 可结果 等她到了单位 准备收拾东西的时候 却发现 这个袋子没了 然后去到单位之后 我就发现两个袋子都没有了 其实我这个钱 当时丢了的时候 我就在想 完蛋了 找不着了 常女士清晰地记得 自己明明是提着两个袋子出门的 中途除了在小区里 扔过一次垃圾之外 哪都没去 这个袋子 它怎么就没了呢 常女士说 这三万块钱 那可是她攒了一年的积蓄 眼下家里有恃即用 这要是没了 可怎么办呀 回想起到垃圾的过程 常女士意识到 呦 坏事了 下楼之后呢 一不留神 跟邻居说了一句话 一不留神 就把手里的两个袋子呢 都扔进了垃圾箱里 想到这 常女士急忙往家跑 路上她忐忑不安 从家到单位 往返得半个多小时 这三万块钱还能在吗 迅速的又回到了 这个扔垃圾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发现 垃圾袋里面的有些东西 还在垃圾箱里面 现金已经不在了 包括当时袋子里 有放的我的一些书 也不在了 当时是非常着急的 感觉很无助 看着自己丢掉的垃圾和水杯 都还在 常女士当下怀疑 庄前的袋子 和里面的三万元钱 一定是被人捡走了 于是她立即报了警 是你报了警 哦 是了 我们也在犯罪了 这个垃圾还在 但是呢 另外庄前的袋子 这个不见了 当时这个常女士很急切 我们就让她回忆她的细节 一个就是垃圾转眼 可能转眼走了 再一个就是可能有石荒啊 或者在这边石垃圾的 可能石枕有这种情况 林匠派出所的民警 迅速在事发地周边展开调查 我们看了一下周围这个监控 这个小村子没有探讨 所以我们就先调取了一下这个附近 附近城防 城防方面的监控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了解到这儿 民警分析 很可能是有居民在扔垃圾的时候 或者是有失荒的人 发现了垃圾桶里的现金之后 故意捡走了 那么究竟是谁 捡走了常女士的三万元钱呢 垃圾一旦清理走 你早就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 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它这个垃圾转运中心 它每天都会有固定的几辆垃圾车 前去那边这个小区 进行垃圾的回收工作 然后我们也咨询了垃圾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 当时他们确实是七点 从垃圾转运站出发的 但沿途收垃圾以后 到达现场时间 大概是个早上八点钟左右 他们到了以后 得知了常女士不小心将钱 扔在垃圾桶里这个情况 所以他们没有对垃圾进行处理 保持了原样以后 他们就离开了 在警方进一步走访摸牌时 一位居民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日每天早上都来点垃圾来 每天都来 对 每天早上下午都来 他就每天就他一个人来的 其他的就进不来 固定他就在周边人住的 他就在前面这个拦截门房 掌握到这一情况之后 民警迅速调查到了 这位拾荒老人的落脚点 那么 常女士丢失的三万元钱 到底是不是这位老人拿走了呢 面对警方的询问 这位老人虽然矢口否认 但是民警还是从一些细节当中 捕捉到了蛛丝马迹 最终 经过半个小时的劝导 老人终于从家里的角落里 拿出了常女士丢失的袋子 并将袋子里的三万元钱 全部归还给了常女士 拿到失而复得的三万元现金 常女士激动不已 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 平时生活当中 也都是正常的工作生活 也接触不到这个违法犯罪的事情 所以说呢 平时感觉和民警和警察之间 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但是呢 通过这件事情 我感觉 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 警察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对我们老百姓 对这个社会质安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有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在这比较着急 比较困难的时候 警察能够第一时间 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非常安慰 非常欣慰 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 群众的安全指数 幸福度也越来越高了 老百姓不管是大字笑识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胆子 我们只要老百姓 搬了这个生意会 我们都心里的容易 犹然是这种新状态 所长江卓渊说 不管是解救叛逆的少女 还是帮助群众 找回丢失的现金 这些大家在普通生活当中 偶然遇到的问题 却是他们日常工作当中 经常碰到的求助 对于基层民警来说 无论大事小事 只有尽全力 把群众的困难解决好 把工作做到百姓的心上 他们的心里才能够真正的踏实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